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人工智能AI训练师,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作为一名AI训练师,你需要掌握AI领域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学、统计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方面的知识,只有具备扎实的技术基础,才能够在训练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性,并开始大规模招聘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其中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成为了热门职业之一,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指负责训练和调整人工智能算法的专业人员,其职责包括数据清洗、课征提取、算法调优、模型评估等方面。 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工智能训练师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多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人才缺口仍然比较大。 许多企业和机构在招聘人工智能训练师时,通常会要求候选人具备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需要对算法的原理和实现有深入的了解。 另外,由于人工智能训练师需要具备较强的编程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因此对于出入行的人来说,需要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够胜任这一职位。 熟悉常用的AI框架和工具,AI训练离不开各种AI框架和工具。 TensorFlow由Google开发的最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之一,提供了一系列用于构建和训练神经网络的API。 PyTorch由Facebook开发的深度学习框架,易于使用支持动态计算图,并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库。 Keras基于Python的高级神经网络、API,支持TensorFlow、Cinol和CMTK等后端。 Seekit Learn,Python的机械学习库,提供了许多常用的机械学习算法和工具。 Seekit Learn是一个基于Python语言的开源机械学习框架,提供了一系列高效。 异用、偷用的机器学习工具,包括分类、回归、剧类、降维等常见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技术。 Seekit Learn的主要特点包括简单异用。 Seekit Learn提供了一系列易于使用的API和工具,使得机器学习任务变得简单而直观。 丰富的算法库,Seekit Learn包含了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和技术,包括分类、回归、剧类、降维等灵活性。 Seekit Learn支持多种特征提取和数据预处理技术,可以用来处理不同类型的数据,包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可扩展性,Seekit Learn可以方便地与其他Python库和工具集成,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和自定义。 开源,Seekit Learn是一个开源项目,拥有庞大的用户和开发者社区,提供了丰富的文档和教程。 Seekit Learn包含了多种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技术,包括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决策术、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剧类、降维等。 此外,Seekit Learn还提供了多种特征提取和数据预处理技术,包括标准化、规一化、特征选择等。 Apache Spark基于内存的大数据处理引擎,支持分布式计算和机器学习任务。 Apache Spark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计算引擎,旨在通过内存计算提供更快速、更通用、更易用的大规模数据处理框架。 Apache Spark最初由加州大学博克力分校的AmpLab实验室开发,现在由Apache软件基金会维护。 Apache Spark可以处理各种类型的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并且支持各种不同的数据处理任务,如P处理、流处理、机器学习和图形处理等。 以下是Spark的一些主要特点,速度。 Spark使用内存计算技术,相对于Hydip MapReduce的磁盘计算速度更快。 此外,Spark还可以使用数据分区和并行计算等技术来加速数据处理过程。 易用性,Spark提供了易于使用的Api,包括Java、Scholar、Python和R等多种编程语言。 此外,Spark还提供了交互式CL,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实时数据探索和数据处理。 可扩展性,Spark支持横向扩展,可以在大规模的集群上运行。 并且可以通过添加更多的节点来扩展计算能力,处理多种数据源。 Spark支持多种数据源,包括Hadoop HDFS、Apache Cassandra、Apache HBS、Amazon S3和各种关系型数据库等。 支持多种处理任务,Spark不仅支持P处理,还支持流处理。 机器学习和图形处理等多种处理任务。 丰富的生态系统,Spark生态系统非常丰富,包括Spark SQL、Spark Streaming、 MLIP机器学习库、Graphics图形处理库等各种组件。 H2O.AI H2O.AI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公司,旨在通过其开源机器学习平台HRO,提供高效、 易用、可扩展的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解决方案。 H2O.AI的目标是使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能力变得更加普及和易用,以帮助企业和组织更好地应对数据驱动的挑战和机遇。 H2O.AI的核心产品是H2O,这是一款开源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平台,可以让数据科学家和机器学习专家快速构建,部署和管理各种机器学习模型。 以下是H2O的一些主要特点,大规模数据处理,H2O可以处理大规模数据,支持多种数据源,包括Hadoop HDFS, Apache Cassandra, Amazon S3等。 支持多种算法,H2O支持多种机器学习算法,包括常见的回归,分类,剧类,较为等算法,自动化特征工程。 H2O可以自动化特征工程,通过高级特征工程技术和算法来自动化特征工程和特征选择,提高模型的精度和效率。 自动化超参数优化,H2O可以通过自动化超参数优化来改进模型的效果,使用遗传算法,网格搜索等技术来寻找最佳的超参数组合。 可扩展性,H2O可以在多个节点和服务器上运行,支持分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横向扩展。 易用性,H2O提供了易于使用的API和交互式界面,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Java、Python、A等。 除了H2O之外,H2O.AI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机器学习工具和解决方案,包括H2O4 GPU、H2O4 Cloud、H2O Driverless AI等。 其中,H2O Driverless AI是一款自动化机器学习平台,可以让用户在不需要过多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构建高质量的机器学习模型。 KEF,KEF Convol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Fast Feature Embedding是一款用于深度学习的开源框架,最初由加州大学博克力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发,专注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和计算机视觉应用。 KEF的目标是提供一种高效、易用和可扩展的深度学习框架,帮助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快速构建和训练深度学习模型。 以下是KEF的一些主要特点。 高效性,KEF使用C++编写,基于QDA和CUDNN等GPU加速技术,可以在GPU上高效地进行训练和推理。 灵活性,KEF支持各种CNN架构和计算机视觉任务,包括图像分类、目标检测、图像分割等。 易用性,KEF提供了易于使用的API和命令型工具,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包括C++、Python、Metlab等。 可扩展性,KEF可以在多个GPU和多台服务器上运行,支持分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横向扩展。 社区支持,KEF有一个庞大的用户和开发者社区,提供了丰富的文档、教程和视力。 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KEF,KEF的核心组件包括数据层、卷积层、迟化层、规移化层、激活层等。 可以用来构建各种CNN架构和计算机视觉任务。 KEF还支持多种优化算法,包括随机梯度下降、AdM、AdGrid等,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优化模型。 除了KEF之外,KEF2是KEF的后继版本,也是一款用于深度学习的开源框架,由Facebook公司开发,专注于移动和端侧设备的深度学习应用。 KEF2在KEF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功能,包括动态图形、模型压缩、低延迟推力等, 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处理移动和端侧设备上的深度学习任务。 CNN,CNN是一款用于深度学习的开源框架,最初由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旨在提供高效、优化的数值计算库, 帮助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快速构建和训练深度学习模型。 以下是CNN的一些主要特点,高效性,CNN使用Python编写,支持GPU加速和多核CPU计算。 可以在GPU上高效地进行训练和推理。 灵活性,CNN支持各种深度学习架构和任务,包括多层胆质器、MLP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等易用性。 CNN提供了易于使用的API和命令行工具,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包括Python、C++等。 可扩展性,CNN可以在多个GPU和多台服务器上运行,支持分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横向扩展。 社区支持,CNN有一个庞大的用户和开发者社区。 提供了丰富的文档、教程和视力,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CNN。 CNN的核心组件包括符号表达式、编译器、优化器等。 可以用来构建各种深度学习架构和任务,CNN还支持多种优化算法,包括随机梯度下降、ADAM、ADGRED等。 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优化模型,CNN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深度学习任务,包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分类、目标检测等,在科研领域,CNN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项目,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 MagSnet有亚马逊开发的深度学习框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 包括Python、C++、Scholar和Julian等,MagSnet是一款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由亚马逊公司发起并维护。 MagSnet旨在为深度学习提供高效、灵活、易用的平台,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并提供了丰富的API和工具,方便用户快速构建和训练深度学习模型。 以下是MagSnet的一些主要特点。 高效性 MagSnet采用分布式计算架构,支持GPU加速和多核CPU计算,可以在GPU上高效地进行训练和推理。 灵活性 MagSnet支持各种深度学习架构和任务,包括多层感知器、MLP、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等易用性。 MagSnet提供了易于使用的API和命令行工具,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包括Python、C++、Java等。 可扩展性,MagSnet可以在多个GPU和多台服务器上运行。 支持分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横向扩展。 社区支持 MagSnet有一个庞大的用户和开发者社区,提供了丰富的文档、教程和示例。 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理解和使用MagSnet。 MagSnet的核心组件包括符号表达式、编译器、优化器等。 可以用来构建各种深度学习架构和任务。 MagSnet还支持多种优化算法,包括随机批度下降、ADEM、ADGRED等。 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优化模型。 MagSnet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深度学习任务,包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分类、 目标检测等。 在科研领域,MagSnet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项目,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 Torch,由Lua语言开发的科学计算框架,被广泛用于构建深度学习模型。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AI训练师需要与各种背景的人打交道。 包括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良好的沟通能力可以让你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且更好地传递你的想法。 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AI训练师需要对模型的训练过程进行分析。 即使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因此,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持续学习和探索的精神,AI技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作为一名训练师。 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和学习,这些数据被称为训练数据集。 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集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 图像数据,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需要大量的图像数据进行训练, 如人脸识别、物体识别、图像分类等。 文本数据,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需要大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如语音识别、情感分析、机器翻译等。 视频数据,人工智能在视频分析和处理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需要大量的视频数据进行训练,如视频内容分析、行为识别、人体姿态识别等。 传感器数据,人工智能在物联网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需要大量的传感器数据进行训练,如环境监测、智能家居、健康监测等。 除了以上几种类型的数据之外, 人工智能还需要进行数据清洗、数据处理和数据标注等工作, 以保证训练数据集的质量和可靠性。 数据清洗的目的是去除训练数据集中的噪声和异常值。 数据处理的目的是将原始数据转换成可以被人工智能模型处理的格式。 数据标注的目的是给训练数据集打上标签和分类, 使其能够被用于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什么是数据清洗? 怎样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是指对数据进行检查、处理和纠正, 以使其符合分析的要求。 数据清洗通常是数据分析流程中的第一步, 因为数据质量对后续分析的结果至关重要。 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 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以解决一下问题。 缺失值 数据中可能会存在缺失值, 这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数据清洗需要填充缺失值或删除包含缺失值的记录。 异常值 数据中可能存在异常值, 即数据明显偏离其他值的数据点, 异常值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需要对其进行处理。 重复值 数据中可能存在重复值, 即多个记录具有相同的值, 重复值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需要将其删除。 不一致的数据 数据中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数据, 及不同记录之间的数据不一致, 数据清洗需要解决这些不一致性。 数据格式错误 数据中可能存在格式错误, 例如日期格式不正确等, 数据清洗需要将这些格式错误进行纠正。 以上据清洗需要将人数据清洗顶存在数据中、 数据な立体很好用?